大家好 歡迎收看非凡晚間六點新聞 我是李若潔 投到焦點 台北時間明天凌晨 即將要開打的世界盃足球賽 也會來影響台股的表現嗎 我們現在也來關注台股今天 是力手五日線 不過呢 就在今天 其實有一檔股票已經成為焦點 就是被動原件大廠國聚 國聚的董事會 他們決議辦理現金減資 而且這個現金減資的幅度 達到70% 每一股呢 將會來退還股東7元 而這也是繼去年減資三成之後 第二度減資 我們以昨天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等於現金殖利率是將近40% 而今天受到了這個 國聚減資的消息激勵 股價呢 開盤就跳空漲停 以19.6元的價格來作收 而聽到像這樣子的消息 像是資深股民阿土伯 他的手中就有國聚股票 也覺得非常驚訝 接下來帶您看到呢 其實台灣的低薪成為很多的上班族 心中的痛 而一改過去用道德勸說企業加薪 政府現在也終於是找到了新招了 行政院就在今天通過了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修正草案 只要中小企業為本國級的員工加薪 就能夠減稅 當然呢 這個部分是有一點限制的 目前呢 進步的目標是針對中小企業 總共是43萬家 而這個加薪的對象也有限制 不是主管 而是呢 本國級的這個基層員工的部分 而目前呢 調薪額度還可以再加成1.3倍 舉例來說 如果企業幫員工加薪100塊錢 報稅的時候就可以來扣抵130元 就希望透過你加薪 我減稅的方式 讓大家能夠在未來領到多一點的薪水 好 六點整頭條焦點 台北時間明天凌晨即將要開打的世界盃足球賽 到底會不會來影響台股的表現呢 其實統計過去六屆的市足賽期間統計 台股的成交量在開賽之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出現下滑的機率居然是高達100% 而且呢 開賽後的一週 也是股片呢 都會出現量縮 也顯示呢 其實台灣真的有不少的投資人 都會把注意力放在這個世界足球杯的比賽上頭 可以看到呢 在2010年的時候呢 也就是上一次 台股的成交量呢 就下滑了13% 而過去呢 包括了1990、1994、2002 還有2006年的時候呢 這個第12週的日均量呢 也通通都出現了往下的狀況 看得出來很多人都不專心投資了 而目前呢 股東會旺季其實也快到了 最近很熱門呢 除了這個台股 不斷的往上漲之外呢 其實包括了很多的紀念品 也都非常的熱門 我們要帶您看到 現在有一位 零股達人 他靠著12個戶頭來買零股 而每個戶頭呢 他只花2萬元的成本 就換來500多家公司的紀念品 而這位達人在將這些紀念品 通通PO網賣出 每年至少就能夠進賬24萬 這也等於說呢 他的報酬率呢 是超過了100% 也成為小股東裡頭的紀念品達人 接下來在您可能看到的是美國的E3電子娛樂大展 其實呢 是不開放給一般玩家的 則針對媒體跟遊戲開發商 也因此可以說是開拓國際市場的攤頭寶 而現在呢 已經進入了第二天的展棋最高潮 業者有的是打造了4D的環繞劇場 有的呢 甚至把這個蝙蝠俠的座車 通通都給請到現場了 而且呢 現場還有非常火辣的DJ秀 不過呢 我們要說到了 其實像是華麗逼爭的場景 電玩跟電影越來越像 到底是魚幫水 水斑魚呢 電玩產業的趨勢變化 帶您來看看我們美國的LA側拍記者 黃靈怡 謝永翔 來自現場的觀察報道 接下來鏡頭先轉回台灣 台灣的4G開台之後 就連能夠支援4G的中階手機 現在呢 也通通都加入戰局了 帶您看到呢 其中宏達店的機王 M8的迷你版 就叫做1-mini 2 就在今天正式在台灣亮相了 它的規格是螢幕是4.5吋 而鏡頭呢 則是從原本的這個 Ultra Pixel改為1300萬畫素的鏡頭 而主理器呢 也有1.2GHz 4核 至於呢 4G頻段的話 您可以注意到 它的4G頻段呢 目前是支援全部的頻段的 而目前也主打這個部分 就是呢 可以支援全頻段的4G手機 而另外一方面 包括了大陸的手機業者 也是來勢洶洶 推出了萬元出頭的4G中階手機 還搭載了專業相機才有的 32秒長曝光功能 可以來拍攝光影的軌跡 而現在呢 就還傳出 就連小米的3S 4G版 過幾天也即將要登台 繼續帶你看到的是 巴西的氏族賽即將呢 就要熱鬧登場了 我們帶你看到呢 第一站是克羅埃西亞 即將對上了地主國巴西 就在明天的凌晨4點鐘 即將要來進行開幕戰 很多球迷當然也是相當的期待了 而就在這個開幕式上呢 大會的主題曲歌手 詹妮佛羅培茲也即將要一展歌喉獻唱 還會有超過600名的舞者來大跳森巴舞 預計全球會有10億名的觀眾 來同步收看 而目前各國也紛紛推出了 自家的氏族神獸 來預測比賽的結果 而其中像是巴西跟墨西哥 甚至呢 還有巫師來做法 要幫自家的球隊加持 可以說是熱鬧非凡 不過這一場巴西氏族賽 其實不止很多的帥哥球員吸睛 而場邊的大掃團也絕對是焦點 而這一次預計將是拉丁天后 下齊拉跟超模伊蓮娜 這兩人的較勁大戰 下齊拉跟西班牙隊的主力球員 皮克育有一子 而平常呢 他就經常帶著兒子在場邊來看球 甜蜜程度呢 可以說是閃瞎球迷 而據於呢 伊蓮娜的部分 他則是目前的葡萄牙隊隊長 C羅的女友 而賽前兩人才一起登上了雜誌封面 也似乎打算以時尚情侶的姿態 來制霸前場 的確呢 除了剛剛看到大掃團之外呢 其實世界杯足球賽即將要登場了 現在呢 除了剛剛大掃團漂不漂亮 還有呢 球隊跟球員的球技被熱烈討論之外 就連哪一隊的球衣最好看 現在也成了熱門的話題 而最新網友的票選結果也出爐了 其實呢藍白相見的阿根廷球衣可以說是第一名 而另外呢 包括了像是德國隊 還有西班牙隊的球衣 同時也都榜上有名 接下來帶您看到的是呢 一年一度的股東會 最近是接二連三的登場 不過呢 有由於一般嚴肅的股東會 這次帶您看到是在電動車大廠Tesla的股東會上 有來自多國的股東們 而且呢 提問也相當的五花八門 讓全場的歡笑聲不斷 而其中呢 還有一位是來自台灣的股東 他最關心的問題就是Tesla跟鴻海 目前的合作進度 而到底Tesla怎麼回答呢 我們一起看看 接下來看到的是上班族的好消息了 經濟部打算來祭出減稅的利多政策 鼓勵中小企業能夠加薪 而這個呢 你加薪我減稅的消息一傳出來 其實呢除了大家都很開心呢 包括呢這個加薪的對象 例如說本國級的勞工都蠻開心的之外 其實呢很多的大老闆也相當的樂見 像是呢很多的老闆就直說 如果呢真的員工加薪 會更願意留在企業裡頭 而且呢企業老闆也認為說 其實有了減稅的政策 不只能夠加薪來留住人才 也可以間接加強企業的競爭力 也因此可以爭取到更多訂單 接下來鏡頭要帶您展到的是日本 在日本最近出現了一隻很像是 Dola Emo兄弟的黑白貓 而這一隻呢黑白貓它叫做 Dola Nomo 不過呢這個Dola Nomo 它可不是什麼山寨版喔 而是東京的新地標叫做 虎之門山丘的新吉祥物 而且呢它跟Dola Emo 一樣都設定是來自22世紀的機器貓 而可愛的模樣超級吸睛 也果然呢一開幕 就成為這棟新商業大樓的招財貓 同樣呢人氣也很夯的 像是韓劇包括來自星星的你 還有繼承者們 堪稱是今年兩部最夯的韓劇 而大陸最近有製作公司 看中了這兩部戲劇的魅力 決定將他們合體來拍成電影 而這個片名呢 居然就叫做來自星星的繼承者們 而跟方圍伏上也PO出了開鏡照片 而且呢還邀請了媒體來拍攝 不過呢跟當初相傳 他們會叫來金秀賢跟李敏浩同台標戲 其實呢結果卻是差很大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呢 J部戲的男女主角 其實都是大陸演員 而當這個消息確定之後 也惹來網友一陣吐槽 說這樣子做 根本就是毀了兩部經典好戲 好自拍現在成了一股蜂巢 不過呢當自拍的時候 因為手不夠長 畫面呢總是一個大頭來 佔滿螢幕有點單調 如果想要自拍不求人的話呢 除了用三角架的話 現在呢還很流行用這一支喔 用這一支的話呢 有可能手機就可以一秒變成 自拍神器 這呢就是要做 單手的相機架 而且呢如果怕角度對不好 還有外掛的鏡子可以看得更清楚 不過呢有不少使用過的民眾 就覺得說拿這一支出來拍照的話 也勢必會受到這個周遭異樣的眼光 得要有不少的勇氣才行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您或許還記得說這個好萊塢 影星湯姆克魯斯 他在湯姆店裡頭就把一架概念 跑車當成專屬的座駕 而現在呢這個德系的 插電式油電跑車來台灣了 雖然一架呢就要價上千萬元 而台灣的配額也還沒有確定 不過現在已經接到了超過30張訂單了 透過非凡的獨家鏡頭 代名之急 同時也看好了農曆7月之前的購車旺季 現在呢國產車商也是若火如荼的 展開了新車發表會 四輪驅動的休旅車款 獨有的電子系統 都讓這輛車在各種道路上 都能夠輕鬆駕駛 也希望呢能夠在競爭激烈的 汽車市場上能夠佔有一席之地 歡迎回答宣言現場 現在呢四年一度的 巴西世界杯集將要開打 各地的球迷們呢 都是迫不及待想要觀賞了 而這個熱情也不輸上場的球星們 像是美國就有瘋狂的足球迷組成聯盟 今年呢還特別包機前往巴西觀賽 而巴西里約熱內爐的海灘 現在更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球迷 準備要來迎接精彩的氏族賽事 巴西氏族賽即將要登場 除了精湛的球技之外呢 其實又猛又帥的氏族帥哥 更是氏族的最大焦點 例如呢巴西的新生代前鋒內瑪爾 還有葡萄牙的招牌球星C羅 帥氣的外表再加上 人魚線八塊肌的好身材 也讓女性球迷大保眼福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台北101堪稱是國內含金量 最高的頂級商辦大樓 而目前呢美平的租金都飆破了4000元 而滿租率也逼近了九成的大關 而現在就有建商把這個目光 移上了大直重劃區 在當地推出了總銷250億元的 A級商辦預售案 也希望呢能夠靠著嵩山機場 還有即將開張的頂級飯店加持 來吸引國際買盤青藍 今天你插播一個最新消息 廉政署偵辦了桃園巴德和一宅必案 逐漏查出遠雄集團行賄桃園前副縣長葉士文 還搜出了1600萬元的贓款之外 也懷疑當初決定讓遠雄得標的評選委員 可能還有人收受不當利益 而廉政署為了要查明相關的案情 就在今天首度約談了5名的評選委員到案 而更新的案情發展請您持續鎖定7點鐘非凡新聞 我是若杰 感謝您收看